話說香港有一個調查 來自香港民營的一個民調發現 做了一個電話訪問 在3月6日至3月20日期間 訪問了1026人 問什麼呢? 問問究竟市民對於新聞傳媒的評價 的一個民調 很關我們事,所以拿出來說 結果顯示市民繼續以互聯網和電視 為主要的新聞來源 亦是合邏輯 正所謂上網有鏈燈 Baby Kingdom 幸好是互聯網加上電視 如果分開來算就糟糕了 電視我沒看很久了 電視當然是10% 東張西網 現在簡直是領先電視的潮流 我昨天跟家人一起吃飯 剛好那個地方是播放東張西網 即是連飯也不吃 很難得看到,平時不開的 不會看的 昨天說的是觀塘 公廈淫婦 最棒是她在母親節晚上播這個題目 簡直是有趣 正當你和你媽媽吃飯時突然說 好像觀塘公廈 其實是說什麼 我上次說那些禁鐘仔上去公廈 但她放蛇嗎? 放蛇,進去的 然後看到什麼? 看到影片 後來因為那個女主持人說我不做 放蛇應該是不關事的 一單歸一單 那個是因為之前他們有另一個報道 那個報道恐慌會有人投訴 正當如果投訴完之後可能不可以播 在未發生這件事後先播了 所以她本身母親節那集 不是播這個公廈去按鐘仔 但由於她之前要硬撕 因為害怕 如果那個order下來了,她不能播 先播 將那個東西退後播 嘩,那麼包?那昨天看了什麼? 昨天就是大家和媽媽吃飯時 開東章西網 就是去公廈按鐘仔 然後可能你突然在眉語之間發現 媽媽又會問 對呀,我老公為何你最近經常在觀塘 類似是這些 可謂尷尬 然後關於這個 大家知道關於東章西網 現在在電視界來說 可以說是職手可熱 點字電視界 對呀,你說是正義的代表 反而,例如開電視的一線搜查 一線搜查那隻叫做 我不知道 那個也是同類型的電視節目 但在這個名氣上 暫時未夠東章西網 找單東西更厲害 可以的 然後這些社會的言話 或者背後的一些故事 這些其實在香港的市場裡面 是很需要的 因為八卦 這個令我想起以前的 什麼今天看真D 還有另外那個什麼城市追擊 對呀,當時是這兩個台這樣對打 當年在劃時代的時間出現的 當然是今天看真D 當時是亞視出品線 創愛星人 領軍人物也是香港電視視訊 如果真的要計算的話 在傳媒的角度 這位朋友做過的這件事 都真的應該寫入電視歷史的其中一頁 當然就是在說山姊余齡山 因為當年的今天看真D 就是他一手策劃的 然後嚇到QVB 會刷刷 還要當年立刻做一個城市追擊 還要找尖縮回來 幫他助陣 這樣才有得刷 當年大家最記得 如果有些歷史的朋友 有些年紀的朋友 都會記得大家晚晚吃飯的時候 你正在湯緊魚 那邊正在湯緊羅茲威爾 每天都在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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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弄到晚上不敢回房睡覺 我們小時候一直看就是這樣 接著歐錦棠、大姐明 每天都在重複 今天戒完手,明天又戒 戒來戒去 那幾十年真的告訴你 那影片是假的 戒一條,鹹魚戒兩個星期 那時候也是 你打算轉台,不能吃飯 為什麼要湯人 然後你令他無線 他又湯 你湯他又湯 無線有湯嗎 有 他們是鬥湯的 說來說去都是那些東西 湯來說去都是那條絲 很好笑的 這就是當時的東西 現在東張西望已經立了牌頭 究竟哪個公園有阿伯在打飛機 哪些廣場的阿姐在跳舞 全部都關他的事 全部都關他的事 那些治療師全部都關他的事 好了 然後哪個騎了別人的公屋 哪個欠人錢不還 那些全部都關他的事 這些是很惹人說的 很惹人說的 就算不說 你也看一看 你也會覺得不是吧 還有你永遠看這個東張西望的報道 你心裏面都一定會有一個留言 就是說 哪有人像你這樣說什麼 但你永遠看出來 你也會想繼續追下去 好了 所以這個調查 發現真的 主要的新聞來源 就是來自互聯網 有70%的朋友 真的 每天打開電話 那些新聞就噴噴聲 特別如果你不只是留意香港新聞 譬如你有推特 你留意外國新聞 你留意日本新聞 台灣新聞之類 那你就更加多 我每天基本上是不停的 不停的 我每隔十多二十分鐘 我拿電話出來 又可以看到新的東西 又可以看到新的東西 好了 然後另外 在新聞的來源 來自電視 就有65% 好了 前者 就是剛才說的互聯網 就較半年前 顯著上升了7% 什麼意思呢 就是現在大家用手提電話 或者用互聯網 去得知資訊 是越來越普及了 因為連一些年紀大一點的朋友 他們用電話習慣 都已經跟以前很不一樣 他們可能接收的東西 其實跟一般普羅大眾都不會 相差得很大 是呀 好煩 我媽媽經常發片 甚至乎 那些不真的 又或者反過來 因為他們時間多 有一些老人家 因為他們可能退幼 時間多 又用電話 或者越來越聰明 用得越來越聰明 他只看著世界 他會有很多延伸閱讀 可能我們的年輕人 不得人知道 因為很多年輕人 我上班 可能午餐的時候 拿電話出來按一下 對 又或者中間他也拿來打機 他反而少看 然後可能是晚上看 有看沒有就算 但反而老人家 可能他多些時間 他知道的東西 或者他願意花時間去理解 他多很多 這就是各個分別 另外也有31%的受訪者 都是用最傳統 用報紙來得知新聞 那些可能是因為學校的學生 訂了就像我兒子一樣 是呀 但他訂完之後 他不是看的 是呀 他放在那裡 豈有此理 我可不可以跟他說 阿仔你不要因為他有中文 你就不看 我說你知不知道頭版 原來很貴 麻煩你看頭版 第一個大title的新聞 你也看看 給面子 好了 剛才一直說 東張西網 說了一會 我們得知資訊 這個報告告訴你 什麼 得知資訊 大家有少許移動 但也不意外 互聯網 電視 報紙 可能最後最後才是電台 這個也是大家都猜到的 反而去到信任程度 什麼意思呢 你接收在那裡 你信不信他告訴你 以往我小時候 我讀傳理系 其中有講過一科 我有讀過幾個credit 就是關於新聞傳播的 然後其中有講過的一個就是 為什麼全球 每一個地方 為什麼報新聞的人 穿的衣服 一定要是那種 D-son的西裝 主要那種西裝 不是平時你見 那些人去金像獎 穿的很漂亮的西裝 真是最簡單 灰色 最平實的 老實 對 那些人的頭髮 又不可以染金毛 不可以挑染 不可以highlight 要有穩重的形象 對 如果有眼鏡就更好 這個就是 從小到大 我們給普羅大眾的一個感官 就是這一類人說話 是合情合理一點 或者叫做中中直直一點 人靠之中 對 如果突然他穿得 全身又窩釘 牛仔布又爛了 戒幾刀 有幾個highlight 跟人說 今天香港發生了這樣的事 旺角有人打劫 聽完之後 你都會覺得 是不是真的 但如果突然有一個很認真的錯誤 今天旺角 下午五點半的時候 發生了一宗鞋劫案 以下我們有一個資訊 希望大家幫幫忙 我想問 電台報新聞那些是怎樣穿的 普通 我反而想知道 你問過開咪的穿什麼 拍拖都還可以 你試試發露風球的時候 回去報新聞 你看他還在穿什麼 穿短褲 爛身爛細 有件T恤 然後頭又不遮瑕 帶拖鞋 就回來 立件風褲 他用把聲音去搓 全部電台報新聞都是這樣 告訴你 D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